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心时间9月2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播 我是Jennifer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留言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让我们来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9月22日应邀到杭州出席 亚运会开幕式的叙利亚总统巴萨尔 带着妻子阿斯玛三个成年子女 在众多中共官员的陪同下 参观杭州千年古寺林隐寺 浙江省政协委员林隐寺方丈光权法师 与众多僧人在林隐寺正门迎接 林隐寺这次打破百年惯例 打开正门高规格迎接阿萨德 外界认为此举是获得习近平的批准 这也引发外界对习近平信仰的猜测 杭州林隐寺自古以来仅有皇帝到访时开正门 最后一个走正门的是康熙皇帝 传说乾隆威福斯访时林隐寺正门未开 因此下旨以后永远不准开正门 中共建政后林隐寺正门只在1983年为邓小平打开过 信奉伊斯兰教的阿萨德此次游林隐寺 也破了林隐寺百年的一个惯例 中共中纪委前监察部官员王友群9月24日撰文表示 很显然阿萨德参观林隐寺事先得到习的批准 为什么习选择让阿萨德参观林隐寺 这是可能不一般 习近平虽然表面上是信奉无神论的中共党魁 但他骨子里到底信什么 王友群从信神佛 信命运 信龙脉 信寓言 信马列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至于信神佛 王友群表示 习近平在父亲习仲勋的影响下 他的思想深处可能信神佛 习仲勋给儿女们留下的遗产包括 敬佛 支持弃功 雪中送炭 唯吾院等 维基解密曾透露 习近平相信佛家的弃功与超自然力量 这里所说的超自然力量 当然也包括各类预言 风水 香树等传统杂学中的神秘元素 著名媒体人郭军说 据中共内部人士透露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曾有高人指点 他将要接大位 即将接任中共最高领导人 至于信命运 王友群说 当年高人的指点果然变成了现实 习因此可能相信 他入主中南海是命中注定的 至于姓龙脉 可以从习近平下令处理 拆除秦岭违建别墅案可以看出 包括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正勇等大批官员被拿下 秦岭有龙脉之称 这一切皆源于习认为 秦岭违建别墅的要害 是有人要毁龙脉 坏他的大事 至于姓预言 从习近平把中共的王牌军火箭军高层一锅端可以看出 近期 中共火箭军前司令李玉超 火箭军政委徐中波 前火箭军副司令刘光斌 张震忠等被查 甚至连中共国防部长李尚服也消失不见 习近平很相信预言 很怕死 因预言里有拿着弓箭射的图片 他认为跟火箭是对应的 所以他把火箭军都撤了 抓起来 这是主要原因 至于姓马列 中共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列主义 中共十九大上 习将江泽民 曾庆红 安插在习身边的首席智囊王沪宁 提拔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王总马上任后 不断给习惯列宁主义迷魂汤 网友群表示 中共十九大后短短五年 习近平将一手好牌打成烂牌 王沪宁用列宁主义迷魂汤迷惑 促习 向列宁斯大林主义回归 是最重要的原因 习近平又信神佛 又信无神论 是绝对不可能走出一条正道来的 这是习的路越走越窄 目前身陷危境最重要的原因之所在 习近平自十九大后就坚定扶持起了北韩金家政权 并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抗 目前这条路显然走不下去了 最近 有对外交路线进行调整 准备积极接近民主韩国 9月25日 中共的外交官和韩国 日本外交人员聚集首尔 为恢复三国领导人峰会启动磋商 韩国外交部表示 三国高级外交官预计星期二会面 深入讨论重启三国领导人峰会事宜 过去近四年来 由于新冠疫情的干扰 更由于美中关系恶化 日韩分别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和经济关系 以及中日韩三方关系分歧和争议增多 等因素的影响 中日韩三方对话机制基本限于停顿 自2019年以来的近四年内 既没有举行三方的外长会 也没有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 今年8月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 与韩国外长朴振通了电话 除了谈及中韩双边关系外 两人还同意寻求加强 与时任日本外交大臣林方正的对话 并促成中日韩三国领导人 能在今年底举行高峰会 中日韩三国互为警灵 而且经贸关系十分密切 自从尹熙悦去年上任韩国总统以来 韩日关系已有显著改善 韩美关系也更加紧密 过去几个月来 韩国总统尹熙悦多次表示 希望北京发挥影响力 为遏制朝鲜和威胁发挥负责任的作用 但是中方回应说 朝鲜是主权独立国家 中朝关系友好 同中方对朝影响力 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 不能混文一谈 上个月 美国总统拜登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和韩国总统尹熙悦 到华盛顿附近的戴维银山庄会晤 分析人士们说 站立北京高度警惕 担心这三国可能会打造一个亚洲小北约 威胁中共安全 这也给中共带来了重启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的紧迫感 上星期六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会见韩国总理韩德珠时说 中共和韩国是搬不走的禁令 也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 一改这几年对韩国的冷淡 韩国方面说 习近平在会谈中还主动提到未来访问韩国的愿望 韩方将就此与中方展开磋商 评论认为 显然习近平对于和朝鲜方面单方面发展关系 并一直赔本当老大有些后悔了 中共军被迅速扩张 但与美方一直不愿建立沟通机制 一旦出现误判 后果难以设想 9月25日 美国太空军司令前司萨尔茨曼将军对路透表示 美国太空军已就与中共设立热线 以防止太空危机进行了内部讨论 这位太空作战负责人表示 太空军与北京同行之间建立直接沟通渠道 对于缓解紧张局势非常有价值 但美国尚未与北京建立直接沟通渠道 美国太空军司令塞尔茨曼将军说 我们在美国方面至少谈到的是开放沟通渠道 以确保如果出现危机 我们知道可以联系谁 他还说 这将取决于总统拜登和国务院牵头进行此类讨论 此番言论发表世纪 美国太空军正考虑在日本设立一个分支机构 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野心令其邻国感到不安 而乌克兰战争突兴了太空能力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日本特别关注台湾问题 以及中共可能从俄罗斯一年前入侵乌克兰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塞尔茨曼周一在东京与日本防务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 他证实太空军正在探索在日本设立当地总部的可能性 他没有详细说明设置地点或用途 但表示可能看起来类似于去年11月在韩国设立的分支机构 塞尔茨曼补充说 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更深入的合作 对于监测和了解太空领域的活动至关重要 以威慑中共并对抗干扰卫星信号的灰色地带活动 路透社说成立于2019年的美国太空部队 也与俄罗斯太空部队没有直接联系 中共在南海黄岩岛给菲律宾渔民化了一个禁区 9月25日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表示 菲律宾将采取一切适当行动 移除中共在南海争议地区设置的障碍 周日菲律宾与附近的中共海警船 分享了黄岩岛漂浮屏障阻挡渔船出入的图片 并表示将保护菲律宾渔民的权利 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阿诺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谴责中共海警设置浮动屏障 他补充说 中共设置的屏障侵犯了我们渔民的传统捕鱼权 中共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 并于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夺走了黄岩岛控制权 从那时起 中共就开始部署海岸警卫队和其他船只 阻止或限制菲律宾人进入这片几代人在捕捞的渔场 菲律宾外交部周一表示 这些障碍违反了国际法 菲律宾将采取一切适当措施 保护我国主权和渔民生计 据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杰伊塔里拉准将称 9月22日盛周五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渔业局人员 在黄岩岛附近的例行巡逻中发现了这个估计长300米的浮动屏障 塔里拉说 根据菲律宾渔民反映 中共海警通常在监视该地区大量渔民时设置此类屏障 然后再拆除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称 当时有超过50艘菲律宾渔船在黄岩岛外 塔里拉表示 9月22日在例行海上巡逻期间 水产资源局的船只观察到 菲律宾渔船在该地区从事捕鱼活动 然而四艘中共海警船发动了15次无线电挑战 试图赶走BFAR船只和菲律宾渔船 汪文斌周一称 当天一艘菲律宾政府渔船未经中风许可侵入该海域 并试图侵入黄岩岛西湖 塔里拉说 菲律宾渔船上的人员在无线电回应中坚称 正在菲律宾水域进行例行巡逻 菲律宾表示 黄岩岛位于专属经济区内 这片200海里长的水域内 沿海国家拥有捕鱼和其他资源专属权 阿诺说 这些权利得到了2016年 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裁决的支持 中共海警船也持续拦截 向仁爱交运送物资和人员的菲律宾政府船只 导致多次险些发生碰撞 菲律宾政府对此表示谴责和抗议 美国表示 如果菲律宾军队船只和飞机受到攻击 美国有义务保卫这个旗在亚洲最古老的条约盟友 包括在南海 华盛顿并未对这条拥有全球战略地位的海上通道提出主权要求 但美军舰艇和战斗机几十年来一直在此巡逻 以挑战中共广泛的主权主张 并促进航行和飞跃自由 瓦格纳到底会不会存活下去 是国际舆论近期一直关注的话题 据自由时报引述消息报道称 上月23日 俄罗斯用兵团体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金坠机身亡 且这场灾难还夺走一票瓦格纳高层性命 让瓦格纳顿时群龙无首 外媒推测 虽然目前瓦格纳是由白俄罗斯所掌控 但未来最有可能成为新领导者的人选 应是常年在非洲管理瓦格纳商业帝国的赛地 据该报 现年34岁的赛地与普里戈金不同 是一名毕业于俄罗斯彼得堡国立财经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 他大学毕业后 又前往法国欧洲知识经济与管理学院 取得市场行销和商业硕士学位 还懂俄语 英语 西班牙语和法语 而他与瓦格纳的合作始于2015年 一开始是跟着集团成员登入非洲大陆 为寻找采矿机会的勘探者担任翻译 随后才正式加入成为巨魔军团的一员 据该报称 赛地在瓦格纳的晋升速度很快 目前已是集团在非洲的业务负责人 即便他是个头发蓬松散乱 身材瘦小的年轻人 在众多身材魁梧的瓦格纳战士显得格格不入 但消息人士透露 他在当地势力庞大 更获得众多非洲独裁者支持 甚至不需要有任何的许可证 车牌 就可以在中非共和国自在行走 消息指出 目前各界还不清楚 瓦格纳的非洲帝国是否能持续经营下去 以及赛地的权力还能维持多久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